很久沒有出現這些大型和老人的場景 講甚麼話 我講的話 你想講過月的題目 不是 我想講過去金像獎這幾年 有一年網上公佈 今年兩屆一次 其實我自己都不開心 因為金像獎是香港電影的很重要城市 希望金像獎可以 但是無論將來發生甚麼事 金像獎都繼續舉辦 當時我就這樣想 甚麼啊 甚麼啊 你脫了口罩不如 不行啊 你說甚麼呢 聽不懂 誰叫你出單出來做關主席 哦 主席 有啊 阿爾東昇監製 但今天是家輝哥來付席的班是甚麼 我男主角 你看到哪個呢 我想 我想而已 我想四哥 但那些情侶是不是看完呢 我看不完 但四哥那個我也看 不過四哥不關事 只是我私心想他得到 哦 他在哪 哦 待會騙吧 保錡是否 你們ViuTV的 不過說真的 我對他們 我整體一班人我不是很熟悉的 保錡我知道是 他們是有點肥肥的 是吧 不是嗎 我反紅色頭髮 待會就放 OK OK 我反紅色頭髮 哦 不知道是誰 不過我知道 我認得他的樣子 我認得他的樣子 好 我又跟他說 好 OK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